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 是从爱老婆开始 你们爱老婆吗 那么多爱老婆 得还上我直播间来调解 问我这是啥呀 大气垂 把眼罩一蒙眼而互相揍 释放夫妻之间情感压抑的武器 行了 正式开播 老铁们 大家好 听不见的 老铁 老铁们 这位听见了吧 你像个幽灵似的手掌那么贴贴 换我音乐干啥呢 影响我直播了 这位能听见了吧 你直播用嘴 我跳舞用腿 你咋不回家播去呢 你个小黑嘴 你这两条大粗嘴 不得可台回 但我可嘴 回家去喝水 你给我鬼 你给我鬼 没听明白 是吧 跟我们鬼 好烂 跟你们这样的 我们是习武之人 哎呀 习武之人 来呀 咱俩比铃比铃啊 来呀 我是舞蹈的舞 我看你有点像舞舞渣渣的舞 不能给我嘚瑟 我去找我舞伴 你咱舞外不能好看 我换了服装 马上就是个王子 怎么换服装 也是个胖子 你给我等着 怎么等着你也是个玩犊子 好甜吗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大家好 我是老颜 这是我老伴小宝 今天呀 你们是来着了 有那热闹看了 知道为啥吗 整天搞直播 把自己呀 给割里头了 把我给割外头了 我在他面前走几川 就跟没看见似的 把我当空气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一会儿我给你试试 你看看他拿不拿我当空气 看见了吧 给啥喝啥 给啥吃啥 接电话 喂老伴啊 老伴 回家吃饭 干啥 回家吃饭 吃豆腐呀 臭豆腐吧 不是老大了 我的电话线都干过来了 看见了吧 就这样 离婚协议书 大伙信不信 我让他签 他就得签 啊 看来你是不希望 我好好过年 小钢带 签字 来个粉丝 要签名 行啊 那我给签了 这别人一来一回白来 啊 签完 粉丝 啊 有完没完了 哎妈老伴 你咋来这么快呢 我顺的电话线爬过来的 这都没看见 能不能别直播了 老伴 你非得跟这个直播这事干干啥呀 那我 我老有所为 我就这么点爱好 你跟他俩一样的干啥呀 那你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 到这个顺时 你给我点空间呗 想要点空间 对呀 咱各忙各的 你也别那么小心眼 对不对 别胡得那么肤浅 明白 就是咱俩谁也别管谁呗 对你跳你的舞 我指我这不可不挺好的吗 好啊 各玩各的 那多好啊老伴 再见 那你去跳舞去吧 换完服装 有没有饭 有的人说我找不着舞伴 咱现场望着一站 那就是大个干净白 不见有的人 小个埋得黑 哈哈哈哈哈哈 还还用黄啊 大师 他就关机从洗 洗五只人呗 拉钉圈的 拉一段呗 拉 我应该说 对你拥有个人 是什么 你拥有的 我应该说 要是学会 还会 你应该说 什么 我应该说 什么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受不了了 不能太肤浅 应该各玩各的 大伙说是不是 我说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肤浅 现在肤色一点都不浅了 你怎么玩受呢 受着 大哥 再跳一段呗 不行 你让我再淘气一会 大伙 你先请坐 咱唠会课 好 不瞒你说哈 我在这跳舞一年半 从来没找过舞伴 因为是没人找我 这就叫缘分 是吧 对 对了 没事 咱唠咱的 拿它当空气 不 它就是雾霾 大妹子 你这形象 这气质 这颜值 除了跳舞 你老伴支持吗 我一个人 老伴没了 他废了 那我懂了 植物人 不 动物人 植物人 啥样 我知道 这动物人 是啥样的 就是 小黑耗子 标本 也挺普遍 随处可见 我就是他老伴 我是他老公 别上这儿 捡便宜 我们唠嗑呢 行吗 老伴 你告诉他 我就是那小黑耗子 他说的没错 就那标本 标本活了 哎呀咋的 像2020年 吉强物似的 大哥 别管他是谁 咱俩再来一段 别别别别 我是看出来了 你们两口子是有矛盾 是不是 你看刚才咱俩跳舞 他都上墙了 咱俩再跳 他就得倒动 你俩有啥矛盾吗 你跟哥说 大哥帮你们调解调解 都这么大碎势 有啥解不开的嘎的呀 我跟他呀 就没法过下去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我们俩这婚姻 也相当于嚼口香糖 前半段有点甜 后半段没味儿 分手了就相当于吐了 你现在啥感觉呀 老板我属于厌了 跟你实话实说的大哥 有点毛子 因为直播 老太太瞅我来气 有点吃醋了 我干的是好事 有一些婚姻呢 都走向崩溃的边缘了 经过我调解之后呢 又重新愈好了 我干的都是阳光 有正能量的事 你看老太太就受不了 那你得支持 我支持什么呀 你问问他那直播间几个人 一个 但是之前那些 不都是让我调好了 不来了吗 男的女的 老太太 老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了 一个老太太 老两年多了 就明说给人家调解 不是你是调解呀 还是调情啊 调解有情感 调情情感 跟哥说实话 咱都老爷们 你是不是相中你老太太了 你再 能跳你不跳一会儿 不能跳 在一边你不跳舞去 这话必须跟你学完 他白天给人家调啊 我不管 他晚上还跟人调 没黑没白的烙 最可气的是 他把那电话呀 放在我们俩床中间了 然后呢 他还说梦话 说梦话说 老伴啊 你往那边哪儿 千万别把我老铁给压着 你说 你说是不是感觉这床上有仨人睡觉啊 这吓不吓人呢 最可气的是 要跟我分床睡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怎么不对啊 大哥说的这话理解我 老伴你自己都不知道 倒顺顺了 添活了 你像正常 咬个牙 喘个出气 我都能受了 他添那活 吹口哨 晚上踏的一吹呀 我都睡不着觉啊 我只能上洗手间趴着 你千万别站着胡说八道啊 你就说你跟那老太太 有没有事 没有事 大哥帮你们瞭解 这样哈 这个 贵姓 明贵姓送 这个你记住哈 这男人之美啊 在于担当 女人之美呢 在于善良 朋友之美啊 在于真诚 你也给我交个实底 必须给我选择一下 你是抛弃直播间里的老铁 还是抛弃你生活中的老伴 谁我都不放 那你就守着直播过 咱俩就别过了 那不好 行 我帮你圈你 你兄弟算呢 你听大哥你不会 飞了 吓我一跳 你这人废了 啊 这么好的媳妇你不要啊 还选择那个 哼 大妹子我劝劝你吧 忘却走一步吧 我走两步 你往哪走 都咋的 是不是灵魂协议 他签了吗 大伙都看见了 我啥时候签的 混谁呢 你光看直播了 你眼睛里有谁呀 大伙说我签不签 那大哥啊 你得有巴来碎了吧 牙都掉没了 你旁边老伴的 看电视 还给他给给笑的 你都吓的呀 我现在我就想掐你 你们大伙谁有笔 借我一下 我现在就签 没有 我那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卷蛇 咖杯 谁还有笔 借我一下来 谁有笔 借我一下 来 行行行 行行行 你们一真是 看热都不闲事是吧 人都缺和不缺离 大哥说句人话了 我这有笔 不在您身上 你这人啊 你比多呀 我看你结果还有没 拿自己当 三笔马良呢 又是马良 天地队 又得这么整 大外的 现在你解脱了 我解脱了 大哥 你敢不敢带我走出灰暗的过去 大妹子 你要这么选择 大哥给你一个崭新的未来 走 大哥在你上 五六岛 吃海鲜 吃烧烤 然后咋还泡温泉 走 走 完了 完了 你给我留下 把我老伴还我 捏我掉 怎么绑蛋呢 哭啥呀 你咋来了呢 你哭啥呀 你还言试不够大呀 你放心啊 大哥 大哥我告诉你啊 他要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就能给你一个灿烂的晚年 这家伙整的 挺般配呀 像俩邓秋梨似的 你俩好 往那一站像一顿泡脚缝稿似的 明白了 我说这离婚协议书 你看都不看一眼就签呢 原来你是真有人了 彻底明白了 他就是喜欢这个大孔雀 喜欢够了 开始喜欢小安春了 你说谁叫安春的 说你咋的呀 你敢承认你是谁吗 我就是大哥忠实的粉丝 唠了两年半的小钢蛋 你就是小钢蛋啊 你就是小钢蛋啊 哎呀呀呀 你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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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老败败 你来上 他就是我几败 我这巴巴巴巴给鱼眼圈杖 还有吃烧烤还上葫芦岛 我家后院齐火 我都不知道啊 憋我家 这你咋就会整的没有用的呢 啊 臭你挺大个脑的 像胖鲁鱼曾经的似的 不你刚才不还在那狂浪的吗 啊 你那能的呢 那昏油没甩出来呀 怎么得我刚才听说 你要带大孔雀上葫芦岛啊 来 把我跟大哥也带上来 咱一起去啊 咋呀 猪团过呀 只有这么过了 这样不行啊 我还一二三撒开啊 一二三撒开 啥子看上了啊 来最后一点啊 一二三撒开 这回我算明白了 就多我个一个人啊 你有福啊 不是大叔 也是一位熟悉 大叔啊 刚才要不是我看见你直播 我还不知道呢 成大脑袋啊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这只大孔雀是格纳跑出来的 谁给阿姨家那龙子跑出来的 啥意思啊 我老伴 啊 你嫂子 妈呀 嫂子呀 千万别那么客气 陪我老头聊两年半 在我们俩床中间睡了一年半 我应该跟你叫嫂子 嫂子你误会了 是这么回事 前两年吧 我因为老程跳舞 跟他闹了点矛盾 我这心情当时呢 就特别的郁闷 我想吧 我就上网看看直播 诶 无意之间呢 我就溜得到大哥的直播间了 诶 你们别看我大哥 人长得像小黑耗子似的 说话唠嗑啊 可暖心了 诶 但是后来吧 我才知道 大哥的直播间呢 就我这么一个粉丝 你说我要是走了 大哥的直播间不都得黄吗 嫂子呀 所以这两年呢 我没话 我也找点话 我就为了让大哥不在那空着 不用再解释了大妹子 明白了 闹了半天 这两年多 是你在调我老头呢 够硬 也可以这么说吧 还有你 约心样似的 那我耗子大哥跟我孔雀嫂子闹矛盾 你个胖头鱼 你掺我什么玩儿了 再说了 你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我这个小安春呢 你不知道 别瞎巴巴 是这么个事 小浩子和大孔雀 发生矛盾了 大孔雀生气 扑了膀子了 我大旁头吃到心 我就游过去了 冒俩胖 给调解一下 没想到大孔雀 向我开屏了 谁知道小浩子跟大孔雀是一家的呢 我又出了一个怪招 给他俩调解好了 就是这么个事 你可拉倒吧 动物园啊 你这孔雀的习性了解吗 还送你开屏来 他是母的 公的开屏 不是 我 我不就是想来个激见法吧 把你们两口子调好吗 调好也没用了 老伴那边离婚协议都签了 签了吗 签了吗 你看看签的啥呀你啊 刚才我不都签上我的名了吗 这不宋姚本都写着吗 他签的啥呀 写的我爱你吗 连起来念 宋姚本我爱你吗 我出去找 你们老伴 老伴啊 对不起 刚才我做一个旁观者 我觉得一切都看明明了 我是有点过分的 把情感过多的放在手机上 慢慢重置以后 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你身上 我让你成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第一幸福的人是谁呀 我呀 老伴啊 其实我不是不支持你直播 我是怕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直播间里 就忽略了亲人和朋友的感受 当今社会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离死别 而是我看着你 你却看着手机 醒醒吧 明白了 背光呼号还好 你们也都行病 对 咱们大伙儿啊都醒醒 好不好 上一场全醒了 但是大妹子 你说是消气了吧 气消了 但是我还没解气呢 解气我有个游戏啊 我明白 蒙眼鸡锤 对 游戏开始 咱们几个奏一下 过年了吗 快来 来来来咱们开锤了啊 我大伙儿都忙着 等会儿 等会儿 是不是你们玩赖了 是不是你们玩赖了吧 好